我刚听金老师说这个 我想起前一阵子 在香港一个悲剧案件 香港这几年很奇怪 连续发生这种案件 都是年纪大的人 八十多九十多 都是一个照顾另外一个 实在承受不了了 前才一个月前又有一个悲剧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公 推着一个坐轮椅的 也快八十岁的太太 而且有点老人失智 老公想把他谋杀之后再自杀 结果真的谋杀自杀 结果最后是老公自杀的人死掉 被谋杀的人活下来 这个太戏剧性了 那你因为无法照顾他 你也担心自己走了 他怎么办 那你现在真的走了 他还活着 谁照顾他 种种非常悲剧 对 就是你讲人生充满了尴尬 是啊 是啊 就这样啊 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能判断 你还是主宰不了命运 我是很佩服他那个繁华 那个钱就开始的那一段 那一段讲白了就是桌奸嘛 对不对 就一个卖鱼的跟一个卖什么 在街上 最后他们通奸 然后他的老公去抓 我在想他把这么一段故事 放在这个长篇的第一段影子 那种的胆子倒是大的 最后我前一阵看到 那个我们网络上的全民作奸啊 我就才知道这个小说的 世情男女啊 其实真的是有超越性 他虽然讲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故事 其实背后的超越性就是说 他跟人性 他跟国民性 他跟社会环境 他跟礼教 都是一直有关系的 这个文学还是有用的 就是这个文学啊 是对抗简单思维的 重要的一个工具 一个武器 我整天论断这个 评价这个 你看这个网上多爱 就是说他怎么怎么样 他怎么 你以为你知道什么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这个人 我们了解那个人 实际上你会发现 你真是应该谦虚一点 你什么都不知道 哪怕是你多年在一起的人 你有时候这个人故去之后 你翻出一个日记本 你才发现 这完全是你不认识的这个人啊 是啊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 你故事你又不能用通俗的办法讲 如果说你用文学的办法讲呢 讲的复杂一点 那双方都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怎么样的呢 也不老好的 我因为《繁华》这本书 开头我们徐老师说的 一开头就抓见这一段 我发现有一些人 他不喜欢繁华 可能就是这一段受的刺激 对 你知道是 你知道是什么刺激吗 什么刺激啊 那个陶陶呢 就要告诉这个律师说 我们弄堂里面发生了一个大事情 实际就是一个抓奸的事情 那么抓奸事情简单的说 就是一男女好了之后 他老公请了几个朋友 把这个这对男女抓住 但是里面有一个和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老公和几个朋友 把这对男女 没穿衣服的状态 就把他抓下来 抓下来等于整个弄堂里面 大家都看到 手手手手手手手 而且理论干部呢 女干部一看 这个女的没穿衣服 拉出来 就慌忙脱下衣服 把这个女的盖起来 然后就大家全部回去 不许看 怎么怎么样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陶陶告诉护生的时候呢 护生就跟他说 以后你再弄堂 你再碰到这种事 你也不要去看 因为在上帝眼里呢 你想过就是做过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男的太没品了 对不对 你老婆做事 你用任何方式 你也不可以说 因为你有礼 你就可以把人家 什么没遮没修的 就拉下来 这个男的太没品 那么又说一句 说法国男人 如果遇到这个事 家里发生这个事 他就悄悄把门给关好 哎呀 这个陶陶说 哎呦 法国男人是天下 最好的情人啊 怎么怎么说这个 那么关于上帝讲的 你知道 你想过就是做过 就是实际的意思就是 天下没一个好人 那么这句话 对于比如婚姻 破败 或者什么的读者来说 他肯定觉得受了伤害 对不对 明明我的这个婚姻 是有错有对的 怎么在你这边 你就认为天下 天下没一个好人 或者就像文桃你说的 我这里面也说的 我说一个女人犯了错误 然后人家又要用石头 把她砸死 这都是圣经里的故事 对 然后上帝就说 你们哪一个人干净 你们去弄死他 所以他说 陶陶你以后 论堂再遇到这个事 你就自己在家里 做饭 洗衣服 上马桶 你也不要出去看了 然后这个陶陶说 对对对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不出去看 就整个这个过程 讲的就是 实际是圣经故事 对 但是这个圣经故事 我发现 真的落实到 现在的市民生活当中 或者读者当中 真的遇到事情的当中 他实际是接受不了这个 或者我刚才说 你想过就是做过 讲过和做过 完全是两回事吧 他肯定会这么认为 但是现在网络上的狂欢 就需要这句话来提出 就是你那么起劲的 去骂人家这个 骂人家这个 你其实满足你的 潜意识力满足的是什么东西 对 对吧 现在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不止于 有些年龄 有些事情发生 但是你那么感兴趣 而且现在特别还有直播 自己打扮起来 去扳演里面一个角色 这就是想过还要做过 是 这个英国哲学家 罗素的名言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 聪明人犹豫不决 蠢人坚信不移 对对对 他要立场 他觉得他全看他明白 他能审判 但是实际上 你讲的这个圣经 它就是上帝视角嘛 对吗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文学 也提供了 另一种这个视角 就比如刚才我们讲 观点明确的嘉宾有流量 我一直以为我很肤浅 我不大懂 但是因为是个主持人的 主持人职业性的一种 我觉得是发展出一种立场 观点之争 没有我们的友好重要啊 或者说我的嘉宾 都是观点很明确的 这很好 我觉得这主持人啊 就是在观点之外 当然说除了某些 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之外了 大部分的很多问题 为什么要那么为了一个观点 你死我活呢 后来千载之上 我找到了一个知音 因为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就是关于这个南传佛教 就相当于原始佛教 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郭良 郭良什么的老师 他翻译过来的 我突然翻到一篇 就是原始佛教里面 释迦牟尼 跟他的弟子们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参与任何观点 这样你可以行走天下 到处做人的朋友 你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 你既不要同意他的观点 也不要同意他的观点 你不要执着于 你不要选择任何一个观点 你可以听所有人的观点 这样你可以行走遍天下 那不是悖论吗 那我们就算听了 我还是听了释迦牟尼的观点 可以讲这么一个逻辑的悖论 对 没有观点也是观点 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这种观点好像不赖 你这繁华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 我倒也是 我没有观点 我是没有观点 为什么要收集不厌其烦的收集一个地上的小纸片 所有琐碎的无关轻重的记忆的碎片 为什么 有什么用 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实际上很卑鄙 很弱小的 人的能力在一个个人身上 他的行为 他像压宝一样 他压的宝 实际你说白了 就是把你这块东西保存下来 如果真的能保存下来 已经是非常好的事情 唯一的目的 写作的目的 就是把你知道的故事 把你知道的历史 把你知道的人 因为你不会和别人重复 这是你的一个标本 你说你说金瓶煤 没有金瓶煤的保存 我们怎么知道 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代的这种 毛茸茸的那种 那种生命力的东西 我们就看 看一个历史书 看一个什么其他的 真正的生活的东西 是文学来表现的 文学的细微的这些 看起来是无用的东西 它像一个小花园一样 但是范围都是小的 你不可能说我做一个 你比如说他们说城市 说金老师你老上海了 你什么都知道 我说上海我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上海太大了 我说我只是一个大森林里面 我只知道我眼前 这一个一小块植被 我知道这里面 种着什么植物 然后我远处看去 有一个黑影子 从左边到右边走过 就像在森林里 我不知道它是大象呢 还是狮子呢 还是老虎 我看不到的 我个人的能力 只能看到 我这一小块地方 那如果说每一个人 都是这么在做 你比如说金瓶梅 我如果历史上 有一百本金瓶梅 那和一本的概念 完全不同 明代的生活史 就建立起来 你不要说明代 你比如说 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 这本叫什么 很有名的叫什么 纸事部的 纸事物语 对纸事物语 它比这个书早 比金瓶梅早 这本书我们中国还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小说 宫廷里面男女 各种生活方法 所以说文学 它可以讲的 讲的很多高大上 什么什么 但作为我写作者 我觉得就是一个 保存的过程 这个保存到底有没有价值 要让读者来检验 如果你一旦有价值 那就是挺好的事情 但问题是现在遇到 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或者我们有很多 记录方法 现在又是录像 又是各种视频 又是什么 在这个情况下面 你文学到底怎么样 这要请我们 徐老师来说了 就是说 如果它这个保存的功能 像金瓶梅 那个时代是这样的话 那么到现在 它应该起一个 什么样子的作用 你比如说 我刚才说 我说为什么 上海像的大森林 因为有时候 有的事情 我都根本看不懂 我繁华出来之后 有一天 有一天有人说 金老师 他说有一个人 特喜欢你的书 他说 他想请你吃饭 我那天正好 这一天正好有空 我说好吧 吃个午饭 作家协会边上吧 结果快要到吃饭的时候 又跑过来跟我讲了 说人家说要请你 到他家里去吃饭 中午 有一个车会过来接你 然后就过来一看 是一个奔驰的一个特装车 就里面两个大沙发的这种 开到上海 法租界最核心部位的 具体地方我不说了 一个院墙 外面那个安静小马路 然后走进去一看这个房子 就像我们小型的作家协会 前面还有水池 还有雕像 还有大树花园 上海做鞋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别墅 叫艾神花园嘛 它等于是一个私人宅地啊 外面是围墙 还有篱把上面 你根本看不到里面 你开了门一看 里面是一个 一个三层楼小洋房 前面有个花园 问题是那天是上海最冷的时候 上海人不是北京的 上海人穿衣服都穿的比较多一点 这个人站在他们的洋房门口 就穿一个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一个小青年 短裤短袖子啊 为什么 我们跑进去特别尴尬 跑到里面一看里面 全部是地暖还是暖气 这温度开得我们穿 穿那个厚衣服的人都很尴尬 知道吧 然后脱了衣服什么 他就带我们参观 楼上楼下前面后面 都有好多个用人 七八个可能是 菜都准备好 然后前面后面 他说金老师 我这个房子 实际是外面盖了 造了很大的挡板 这个楼被我全部拆掉 就盖了这么一个楼 他说我在上海 在成都 在什么什么地方 有六个地方 都有这样的房子 我就在想 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然后吃好饭 他说 最近那个 静安寺那边 有个大百货公司 楼上有一个画廊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一个朋友 我也介绍给你 是个艺术家 那我也没办法 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三个人一起到了那边 我也是第一次 看见那种人 跑来一看 跑到画廊里面 一看这画 说这个画多少钱 说这个画大概六十万 这个我要了 这个我要 我们都在边上看 都觉得这个 这是大概 十四年的事情 有一时期 那个谁来问我 说你觉得 上海和香港 有多大的区别 我说上海和香港的区别 就在于说 上海在某一个历史时刻 它像一个上海的旅行带 过去有一种上海的旅行帮 上面写上海 有个拉锁 我说某一年上海曾经 把这个拉锁全部拉开 把底都翻过来给你看 我说香港没有这样的历史 但问题是什么呢 它把拉锁拉开 拉开给你看的同时 你以为没有秘密了 它实际拉锁还没关 它里面已经产生新的秘密了 知道吧 它已经产生 等到最后会天衣无缝 就看起来表面说 它已经和没有暴露 一模一样 甚至于更秘密 你更看不清说 这个城市里面 究竟包含了多少内容 只有等某一年 或者这里出了一个大事情 然后说 哎呦里边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我们的城市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你怎么可能说 我是老上海 它老北京 它是老成都 城市里面发生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 还有一句话说是 上海是一个什么母亲 那是怎么说的 是这个费里尼说的话 电影导演嘛 费里尼形容罗马 说罗马是一个有很多小孩的母亲 然后这个母亲呢 因为小孩多 所以母亲是根本不关心 这些小孩哪天来哪天走 我说这个上海也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来也是这样的 因为人多嘛 你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 北京也是啊 大城市 香港也是啊 对吧 大城市的特点 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孩子多 这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母亲不知道 你如果是一个孩子 母亲天天骂你 你像在农村就是 你不能做坏事啊 你做了坏事 一辈子 记着你 你跑到城里来 就是是一个很安全 我可以疗伤 我张爱玲说 我在门口换衣服 窗前换衣服 也没人看我 他在公寓窗前换衣服 他农村里面 你做一块肉 邻居就知道了 嗯 他是城市的一种 城市的生态好了以后 任何动物都可以 就像森林 你可以生活在森林里面 有一些人说 香港是城市沙漠啊 什么死死森林啊 什么 包括上海 什么是一个无情无义啊 或者是 什么钢筋水泥什么 我说我看出去的上海 就是像农村一样 就是有很多 很生动的各种丰富的植被 上海因为我生在上海的 我没觉得上海有那么冷酷无情 它某一个街区 它会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 你